我們看36題 他說電阻R的金屬磅PQ 這個電阻是R 至於固定的水平面上枝氟型 這是個氟型的光滑金屬框架上 金屬框架沒有電阻 鉛紙向下的均勻磁場地 錘子穿入金屬框 如右頭鎖式 那AP還有AB 它的長度都是L 那我們看第一小題 以圖中鎖式 時間等於0的時刻開始 磁場以B等於B0加KT增加 同時施力於PQ 施力於PQ 施力於F 施力於PQ PQ金屬棒使其保持靜止 求金屬棒上感應電流的方向 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磁通量是往這邊增加 磁通量往這邊增加 所以感應電流是這個樣子 這感應電流是H220多少 我們取大小 D5DT 取大小 方向就用比的 用比的 如果法拉丁另外用左手 如果安倍丁另外用右手 那5D的話是多少呢 5D的話是那個面積 L平方 它再乘以這個磁場V 這個磁場隨時間改變 這不會變 所以這是L平方 按V對時間的變化力 這微分之卡 是K 這個是它的電動式 那電流I 是等於H龍出於R 所以是R分之L平方K 這是電流 好 然後它方向 方向是這樣流過去的 由Q 到P 好 這樣看第二小題 它在1的情況下 任意時刻 需施以放的水平率多少 好 那有電流流過去 那它就有那個磁力 磁力 好 Fm等於多少呢 Li B Li I I的話是等於這個 好 R分之L平方K 那再乘以V V的話是V0 再加多少KT 好 那磁力跟F會抵消嘛 所以F好 等於Fm 那就等於多少呢 Fm R分之L30 K B0 加KT 好 這就是答案